记者陈关贝、汤世民张化报道,令人神通。 张化五岁女童被生母托付阿姨带为照顾, 未料女童长期遭遗仗虐待,甚至迟钝舞重击脑部, 导致休克送医,经紧急抢救, 在今日下午4点37分因心肺功能衰竭宣告不治。 张化的简署昨晚漏夜讯问后认为遗仗最嫌重大, 且有串政逃亡之余, 依杀人未遂罪向张化的怨声请积压, 今日早上才准积压进县, 下午女童离世消息传来, 侦办检察官将于今日陪同法医相验, 不排除依杀人最嫌喜俗。 张化基督教医院副院长周志中指出, 女童的生命状况一直不稳定, 昨日昏迷指数剩三, 对光无反应, 肛门检察发现歪曲松弛且有血丝, 有可能是打得太严重造成脱肛, 全身多处伤口未新伤势, 旧伤势混合无奈因伤势过重, 抢救无效, 宣告不治, 这起案件起因于女童生母五年前未婚产女, 在嫁后于一年前将女儿托给子子照顾, 为了女童一遭遗仗管交不当, 导致22日凌晨1点阴修课被送往医院急救, 医院人员从女童身上发现多处伤痕, 脑部也有遭重物攻击伤痕, 觉得不单纯向社会处通报。 张化的检署, 22日有检察官蔡盛浩指挥警方传唤女童生母, 阿姨, 遗仗道案说明, 并到遗仗家勘验, 对女童脑部如何受宠击与受虐部分厘清案情, 询问后认为遗仗涉嫌杀人为罪罪嫌重大, 且有串政逃亡之余, 向张化的怨声请羁押或准。 正当众人为女童急气祈福, 仍传来不幸消息, 也令侦办检方士气受挫。 张化的检署相悦主任检察官林汉强表示, 女童遗仗对女童受伤案情交代不清, 始终为主动坦诚施暴, 认为有串政逆症可能, 昨日一杀人为罪罪嫌生请羁押尽献, 女童过世后, 检方将于今日陪同法医到场相宴, 若有相对死因, 不排除改以杀人罪起诉。